這個景象在唐高中永輝三年也就是在652年在唐高中的時候修正了大雁塔 那是仿印度住行的一個五塔的建築 在五則天的時間在長安年間在701年到704年又改回七層的部分 大雁塔成方形共七層 這就是所謂的叫大雁塔 看到了嗎? 我們剛剛有七層那就是屬於什麼 2017年2月13號 那更多的話你可以從這邊看 不然我稍微有一些紀錄的話我寫在這邊 在那邊看不見 還想在哪裡看不見 你說這個是何一天 從東日本一、107、23號 大成曲的興福 中國佛教是導入三個和三個一道其他 在我連過兩回看都知道 結 restore比賽 你可以坐 there 每次看到 打不到去 他又是我的團員 對 又止點 又止點 那我把它拍因為拍不到 我就沒辦法拍出現好了 你看我拍到 看不到啊 你知道我們聽話之前 聽氣不顯得好 老师不要抱歉他 大家的心 但是你到上面 那霍兰采兰的心情真是好感动 你看 这就是中国佛教 十大明山 第一载 十大明山的经典 大湾至成湾 并先出生 十大十月 二十年十二七年 二十三年 一年三十三点 二十二十一年 大湾至成湾 十大鉄 二十年 十二十万 一千年 十二十一年 一十一年 二十一年 多余 2 3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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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前面的新聞說 1月1號開始 這邊要短字 要3號來 那會上下 不很小 對 很危險 對 幸福中國佛教師的民生之旅 第一天 從早上 桃園國進場出發 現在來到整個 中國 四川 成都的雙流機場 現在 各位 喜愛 幸福 中國四川民山的朋友 眼前來到整個 四川的 熱山市 大家可以看 所謂的 剛剛有看到的叫熱山大佛 而且眼前 你所看到的 這是所謂的 熱山的名字 叫青衣江 另外隔壁 要叫做 明江 明江夜區的部分 那 可以看到 這個是整個青衣江的 河畔的 江岸的 兩側的美景 這次到船門就給它包下來 然後就讓它們去 去 吃素 看到沒有 喔 北樹 當老百去 放嘴 然後 拿東西 כו 它們想要去買佛 把它抓它 買完之後 要送到哪裡 送到澳洲去 這是國七日水潭的時候 旦 東 景 富 那他的保留目前還算還不錯 然後有到阿遠也是 你看我的團員很好認嗎? 服裝統一 不會迷你 我很好找 他們平常就算這樣嗎? 對 所以 我們是眾人的焦點 阿你們怎麼會這樣呢? 很多人都會天天骨骨的從哪裡來啊? 可是 就是白眼教 嗯 嗯 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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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服裝統一 他們為了這一次 對 然後特別去訂做這個服裝 所以他去佛寺不是道教 不是 去佛教 所以他們道教寺廟不去 嗯 然後 我去了 五台山 隔天 下大選 上不去也下不來 你看我就差了24小時 不然呢 我會不會行程住宿飛機票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就是運氣就是這麼好 因為我覺得用一些 你看一下 下雪了 超閃 然後底下潮山 我說我們兩天前 這樣走上來晴空萬里耶 就很難想像 然後那個導遊說 我又在那邊了 我說他也不可思議了吧 我就說好 為什麼沒有讓我們遇到呢 但是如果你遇到你下不去 我後面的安徽九華山 葡萄山怎麼辦 所以我們現在欣賞就好了 你看 這就是 古台山的風景 我就說 哇真的 我們算是 幸運 算是比較幸運 對啊 然後 先搭方向再讓你看一下 因為照片真的是這樣 太多太多了 一個一個大概變成一個很強 五 五 三 先從鵝尾 看鵝尾的照片 鵝尾的照片 你看 這個 七彩翔魚看到沒有 五台山會有七彩翔魚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自己拍的喔 不是網路上我們抓的 然後有後製的 相信能夠拍這樣 代表現場一定是更 然後我跟 團員講 七彩翔魚趕快看一下 好 這是我們的行李 你看 要做那個高鐵 有印象嗎 這個就是 我剛剛在講的就是 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 我寫的詩詞 有印象嗎 好 我們出發前 拍照 哇 鵝眉三 我們出發囉 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我們中間 那個霧雲密布 所以今年可能衣服還是要全身要穿一下 會冷的 請衣服都穿好 不會啦 沒問題的 不行 我規定 還是要穿 所以他們都手上還是帶著 不然就是先穿在身上 等一下就好 然後 我說自由活動 上廁所五分鐘 我趕快就先 我也自己先拍一拍五分鐘喔 因為不同季節也不一樣的部分 而每三 入口 就買票進去 好 然後坐了裡面的電瓶車 他們就先坐著上去 哇 就遇到下雪 他們有些還是第一次看到 雪 雪 我說 他們說 菩薩要稍微平靜 平常心 你看 隨時要安全 你看到沒有 這就是要慢慢要走上來 辛苦吧 這樓梯一補小心一滑倒怎麼辦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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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山上滾下去耶 那怎麼散散 就要怎麼下山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 所以你看 拐杖的拐杖 我帶了兩個拐杖 我一把 借給 我說 我也會需要 老師的膝蓋也受傷過 我有開刀過 所以我說我也要 但是 我是不能缺的話 一定要穿一個丁鞋 我等一下可以拍到 整個丁鞋的照片 可是大陸的三居都在走樓梯 對 他們認為走樓梯 沒什麼 可是對我們好像傷膝蓋 可是 我又不能只能講 但是團員往回下 還知道 他說 那個領隊啊 你腳有受傷 我說對 剛剛不小心有點扭到 所以要慢慢走 他說沒關係 那你壓後慢慢走 我會等你 我會等我 對啊 那你看 其實 他們都還蠻OK的啦 那你看 還好有戴手套 那時候溫度大概是零下兩度 結冰 那你可以想像嗎 結冰上面是這樣子的 大雄寶殿 你看到沒有 他說 呃 陳菩薩 你的眼光放紅 佛光普照 謝謝你 然後那個師姐 跟他一起 在那邊感應 然後給我加持 我說好謝謝謝謝 我說那個佛祖也感應你們 好 你看一下這個 整個 普賢菩薩 有沒有看到 左邊三指 右邊金頂 這個地方叫做金頂的部分 那 我就帶他們先繞一圈 他們自己還有去禮佛 然後他們自己還要寫一些 跟佛的對話的心得 他們自己要有去 有些部分 我就留意時間 我不能去打擾到他們 因為他們自己在修 有沒有看到這兩個字 金頂 這是我的天氣嗎 山下跟山上 真的是兩樣情 真的 很多人講 不可能的不可能 但是還好我全程有露營 他們就 哇賽 我說真的是菩薩 真的太 而且那時候去 算是人數還比較少 就可以看到出來 好 這個是 金頂一 金頂二 所以你看 積雪的山路又石又滑 還好每個人還有公式鞋 都穿丁鞋套 不然真的太危險了 所以一跌倒就很辛苦了 真的是善善容易 我們全體平安 這是這一本書的部分 就可以上去 從這邊再看 金頂的部分 大概就有印象上去 然後呢 我們還有到那個萬年寺 那樂山大佛還有鵝眉山 你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整個中國 中英電視台 他們有高清的部分 然後所有把一些整個世界文化遺產 你看 從清晨山 督教宴 黃山 大祖石科 新家 九寨宮 我全部都收集好了 你們這點進去就可以了 我在四川那時候 鵝眉分享的部分 然後 我們到了那個鵝眉山的萬年寺 就是康熙皇帝也在那邊提詞的部分 威爾寶殿 然後 普賢菩薩 然後 就這一個是萬年寺 聖壽萬年寺 加上這兩個聖壽這兩個字的部分 然後 因為它屬於半三腰 然後又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它屋頂很像印度 因為佛教已經從裡面傳神 那中間又有些整個印度風的部分 清英格 金頂 走到金頂 一定要坐暖車 它有休息所 然後旁邊有個友誼飯店 白水秋風 然後這裡面是一間民宿 也是一個飯店 它就跑過來 台灣來了 然後 如果你有些比較客人 不是真的的話 你代表住我們這邊 我們好好地接待一下 非常有禪風味的一間部分 它在萬年寺的旁邊 做了染車 萬年鎖到的旁邊的部分 我們鑽金頂 39公里 豹國是11公里 大佛殘院14公里的部分 然後我們大家坐染車下去 這鑽金頂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 而沒散 那這是上山之後的一些風景 一些的照片 整個四大奇觀 剛才有講過的部分 剛才看到一些真實影片 那這個金頂很多會拿燒香去拜拜 那因為我們說 我們到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環保 我們雙手合十就可以 所以他們自己在那邊念佛 然後自己跟佛的對話 那金頂 你看 左手邊 右邊這個光 像這樣子的射出來的部分 我也不曉得 我說拍照怎麼會變這樣子 那很多人也不曉得 我說好吧 那就可能是佛光普照吧 那這我自己抓的一些的角度的部分 你看 不知不覺都會有類似像這樣子 那大家有稍微看到一下 這樣子 這個是整個兒眉山 好 那兒眉山完之後呢 我們又往那個 的地方 走到這個地方 到西安 台灣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山東的客人 到那邊放著一個飯車 哇 我到一些寺廟 我也幫他們在做 順便我也幫一些使者幫他們祈福一下 希望能夠保佑到他們 我在西安大興善事 那邊所拍照的部分 這邊 大興善事 大雄老爹 那時候去的時候 五點了 方丈要關門了 我要拜託我們從台灣來的 趕到這一刻 十分鐘 再延長 這樣好不好 台灣來的喔 哇 服裝好整形 我是很虔誠 可以嗎 不用 就特立 所以我拍照都沒人 看到沒有 都沒有人 大興善事 看到沒有 對啊 那拍完照 我就旁邊 我在旁邊用膳 素食餐 心輕極慘 寫得好不好 我覺得這次是個 然後班落法門 那我就拍 我說在這個寶延寺食法 素食法 蛤 這個餐廳這麼傳統奉古 有沒有看到上面四個字 這個 大興善事 看到喔 後來就到這邊 用餐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的晚餐 素麵 素菜 類似像這樣 好 那 完了之後 我們就去整個大宴塔 然後慈恩寺 宏福寺 中古樓 這個古 大吧 世界上最大的 牛皮古 在明侯五十年 在一千六百八十年的部分 這個就是這個 我原本拍另外一個喔 那個裡面 欸不是不是 拍這個才對 我說這麼多人 我不想去拍他 我幫你清鏟 呵呵呵 我說謝謝謝謝 好 這個古樓 就裝托爾的部分 好 然後那個 這個是鐘樓 旁邊一個鐘樓 一個古樓 然後 童正祥裡面吃素食 這吃怎麼知道 糖葫蘆 一個兩塊 好想吃 但我在工作 你知道嗎 所以我只能拍照 他剛來的時候 滿滿的喔 結果呢 我帶他們繞一圈回來 唉唷 我說生意不錯耶 賣了剩下五六個 賣了剩下一兩排啦 因為兩塊錢 不會貴吧 那爸爸又遇到假日吧 他又在那邊 但是 他屬於流動攀販 公安會抓 你們會做什麼 就糖葫蘆啊 因為我覺得 他那邊為了